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在跟河 好吧 来 一 二 三 我们在跟河 上集说到 我们在桃林里有疫情风险的尔古纳之后 辗转来到跟河 在漆黑寒冷的夜里 我抵达这位红金大叔的旅馆 印象里 我以为东北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红金大叔身上的热情和亲切 真的让我一改对东北人的印象 原本因为疫情风险 不方便接课的红金大叔 看我们几个小孩着实可怜 还是接收了我们 我们住在他家一个 只有四十元的房间里 虽然只是四十块钱 但是红金大叔依然把我们四个人 当做孩子一样对待 虽然我们都差不多三十岁高龄了 这个民宿的老板特别特别好 之前在上网看了那个 旅行博主推荐了他们家 然后我就想说 要不要来他们家 然后还是来了 来了 然后受到了热情的快乐 因为根河真的真的特别的人 他觉得我们几个小孩 没有车也不熟 特意管朋友借了个出租 给我们安排了一次 根河一日游 计划第二天 带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动物 于是我的根河之旅开始了 第一站驯鹿园 哈喽我是小家 旅行总有其余 我现在来到了中国最冷的一个村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我穿着后面 秋裤穿了两条 一出门我感觉鼻子里面鼻毛都冻成了冰块 然后我们今天住在一个民宿家 红金大叔 他等一下带我们去驯鹿园 如果你看过 赤字剑老师写的那本 《鹅儿果纳和幼岸》 怎么能不去看驯鹿呢 为了让我们省十块门票钱 红金大叔让我们七点就起 红金大叔大概不明白 作为孩子的我们 请愿多花十块钱再睡会儿 但是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 我们还是早起了 去往敖鲁古雅民宿村 看驯鹿 这个民宿村是政府为了安置 厄温客族人所建立的园区 里面有为了游客 残悟完的几十头巡路 我们现在来到了 中国最冷的一个地方 中国冷鸡 中国冷鸡跟河 我现在真的是动得不行了 然后我身后是一个序路 你看他们在朝我奔来 你的脚脚怎么掉了 那个 你看 你看这虚路它也流鼻涕了 你要买台蜆给它吃 哦台蜆 这个是台蜆 它都已经变成冰块了 这个台蜆都已经病成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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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他们是饿坏了吗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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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不能一个人吃两个的饭啊 哎呦 他的脚被割掉了 来 你看 他们现在的那个脚都被锯了 也有些自然脱落的 因为到了发行期 他们是需要锯掉 不然的话 他们会打架斗殴 然后会造成这个伤亡 所以冬天都要锯掉了 哎呦 然后 哎呦 可以随便摸 哎呦 可以随便摸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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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给那个有脚脚的 脚脚 来脚脚 这个脚怎么就只有 还就剩一根啊 这脚脚 又卖了不是吗 哎呦 哈哈 特别的亲人 你可以随便摸 你把这些买给你了 前两天驯鹿还在山上吃东西 然后我们本来都看不到了 然后这两天驯鹿刚好拉下来了 所以我们还能在园子里面见到它 园子里的驯鹿 真的是可爱气愣的超乎我想象 但是似乎于我想象中 生活在森林里的那群 阿翁客族人的巡路 实在是相差太远 这让我不禁还是有些失落 你们猜今天的温度是多少度 你们可以把你们猜测到的温度 打在弹幕上 然后我等一下给你们大家揭晓答 嗯 你们说在中国最冷的冷机 你可以体验多少度的温度 我告诉你们今天的温度是零下30度 我整个脸已经是僵的状态 完了我眼睛粘在一起了 看到没有我这眼睫毛可是 多少那个 拼血女王 这个什么来着 眼砸毛膏 打麻糟是没有办法打成这种效果的好吗 你无法想象 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根河是有多冷 即便是我穿了四双袜子 冷空气还是从我这双头部鞋侵蚀进去 小姜 薄猪 薄猪小姜 舒服吗 要不要在上面打几个管 太冷了这里面 我没有想到这么冷 不开凉 所有的太冷气了 太冷了 在我觉得我的脚趾快要冻掉的时候 红金大叔决定带我去买他们东北人 人手一双的保暖鞋 老板 这鞋多少钱 30 就30是吗 我试一下暖不暖和 还有这样的帽子 这个就叫老人鞋一脚蹬 特别暖和 这鞋特别暖和 要不你也来一双 来 老板好看吗这鞋 好看 非常特别 老头鞋 非常时尚 跟他时髦 欢迎光临 30 还给我送一些点 我今天我就冬天 我等下 我明天就可以去森林里了 我就不怕 我今天早上真的是 我感觉我脚趾头快断掉了 断掉了 你脚就鞋 即使我穿了三双袜子还冷 就这个特好 特舒服 老人鞋真的特舒服 好 装备纸板齐全之后 红青大叔继续带我们探寻根河 他说要带我们去看一种 叫做黑瞎子的生物 熊瞎子是啥 红大叔 黑瞎子 哦 黑瞎子 对对对 要带我们去看一个 叫做黑瞎子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还发现 废弃的绿皮火车 哇 其实还可以踩这个楼梯 上这个车顶 还有 为了弥补遗憾 骑车40公里 骑往森林里面 看鸽湾客族人的寻目 继续关注我的东北冒险之旅吧